Hello,大家好,今天呢,是熊猫阿双给大家来开箱 然后都是开四个裙子嘛,是吧? 就是这些 然后先看这条吧 这条是Lilico原创设计家的一个反光的小裙子 然后我们是两条蓝色的OP 蓝粉配色的,还挺可爱的 是的 因为现在的反光的设计裙子还是比较多的 对,灰色比较多 对,它这条是主打的是有点不像他们那种偏优雅一点的 它这个还是有点偏可爱的 而且它的这个反光的是那种带细闪的那种反光 你细看很好看 这个蝴蝶结都是闪闪的那种 然后一共是五个粉色的蝴蝶结 一个就是甲领这里一个,然后腰这里两个 然后相点就是猩猩的这种小扣子 对,它这个袖子上也有两个蝴蝶结 它这条裙子拿着还是挺有分量的 是的 丙图的话就是天使 还有长着猫脸的天使 哈哈哈 人生猫脸可爱惜 然后裙子就是叫爱神猫 对 还是爱神喵来着 这家裙子也是比较白菜的 嗯 好像OP好像就两百多的样子 对 然后它还有一个照纱是照在这个外面的 对,可穿梭的一个照纱 是的 这个其实照上照纱更好看一点 丙图会更清晰 对 不然就是拍的时候 就是丙图会有点反光的感觉 是的 然后阿双也是给大家上身 震一下上身的效果 然后这是今天的第二条小裙子 是熊枝工作室的 这个还是比较中华风的 对 两条都是紫色的 我这边是GSK 这边是一个OP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这条内搭 它这个内搭做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是一个机袖的 比较袖的 比较大的 然后关键它里面还有一层的设计 就是你的手穿进去得穿两层 然后这里是一个 上面这一层是镂空的 里面就是一层这种雷似的那种蛮具 这边这个OP的话就是有一点这种小半袖 然后加上这种长长的沙制的袖子 胸前就是刺绣 袖的好像是楼啊什么东西 楼还有莲花之类的 对 是的 我这边就是小高腰嘛 然后它的肩带是比较精致的 其实有这种小花瓣 三个小花瓣 然后就是这种紫色的 然后前面是一个大的蝴蝶结 是夹上去的 然后饼图的话 我们俩饼图应该是一样的 对 就是这种楼 很好看的那种紫色的 对 小桥 小桥 还有这是什么鱼吗 是的 然后这个OP这里还有一条 就是绳子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说 反正就是绳子绕一圈 然后脱下来的这种 还有一个小云尖 这个云尖还挺好看的 是搭在这里的 嗯 很精致好 对 然后就盘扣 这个刺绣了 这个云尖上面应该是刺绣 刺绣上去的 然后这JSK两边还是有这种 小猪链 就是挂式挂在上面的 可拆线的 整体上还是挺鲜的 然后阿桑也是给大家上上看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第三条小裙子 是一个暗黑风格的 这个是魔女贩售夹的一个 它这个布料也是比较反光的黑色 它是类似于绸缎一样的 还挺厚的 是的 它这是一个白色的蕾丝和这位通蹄 黑白的那种 对然后它中间会有一条这种 像扣子一样的装饰 但它其实是拆不了的 就是一条装饰而已 对 它不是打开的 然后这是珍珠扣一样 然后一个小白色的蝴蝶结 就是买过魔女翻售家的应该都是 它现在好像大部分都是这种 黑白蕾丝的这种款式 这种风格 对 然后背后就是会有一个这种兔子耳朵 对 然后它前面是两边 是从上面是延伸下来一条白色的蕾丝 一直到裙摆 袖子的话也很大 这种大的泡泡袖 是 袖子还比较宽轻的 它胸前呢就是这样子 这里是可以 这个胸挡是可以就是扣子一边可拆的 一边扣开的 然后套的时候比较好套 然后这里是一个蝴蝶结 它这个就是比较修身的款式了 它因为它没有两边的腰带 然后也没有素肌 就只有这边侧面有一个拉链 对胸大的小伙伴们也是比较友好的 然后二双也是给大家上身看一下咯 好的咯 好的 然后今天的最后一条裙子就是这个 这是一款非常厚重的裙子 我这边是一个浅粉色 然后这边是一个灰蓝色的 对 这条裙子就是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厚重的一条 很实在的布料 但是整体的话就是比较偏素牙一点的 对 裙摆很大 然后也是小高腰啊 对 裙摆还挺厚重的 它这个肩带是比较宽的那种 然后用蕾丝给它衍生出来的 然后胸前的话也是先是一层蕾丝的圈 然后这个胸部前面也是有个很厚的蕾丝挡着的 嗯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小的这种 也只能可以别一个这个花 然后脱两根绳子这样子 它是两条带的很长 然后它的它的这个外面这层纱呢 上面就是一些小羽毛那种金色的 对 金色的羽毛和这种银色的羽毛 看来这裙子就是一层 这是两层 两层 然后里面就是一层沥秤 对 然后它第二层特别的厚重 对 它这层这上面还有这种小珍珠 后面的话就是素肌 素肌 然后有两根这种裙子的本部的袋子 然后是一个蝴蝶结的样子 对 我这边是一个项链 因为它这个裙子比较优雅 胸前是比较空的 然后搭一个项链 对 然后这边都是两个这种小的手袖 边夹就是一个小花 然后下面这种塑料的 一个白色的那种花瓣似的 然后这个边夹 也可以别胸张了 这是树叶子 这是树叶子 然后给大家也上身一下的咯 哈哈哈 今天拍摄就结束了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说的时长的问题吧 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的话 只会拍一节 就是在抖音上面发的 所以时长就比较短 所以就是时长的问题 可能暂时解决不了 只能这么短 拜拜啦 记得三连 拜拜